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28日的104财院科专题研习 我是Aster 陈以带 来到2月收官的这一天 见到大事先高后低 恒指高开76点后曾经有过241点的升幅 但之后走势反转跌过最多160点 亦失手了2万大关 首辈19785点跌了157点 跌0.8% 而另一方面也见到这个月份是一个下跌趋势 连升了三个月后升势也断岸 按月急套2056点 月度跌幅高达9.4% 另外国子方面收报6581点 跌88点跌1.3% 科指跌穿4000点大关 收报3925点 跌64点跌8.6% 而大事成交交易方面到1425亿元 今日的焦点可以留意一下 内地广电总局是研究短视频房沉迷的措施 所以一些影片平台就受压 例如bilibili大跌4.6% 另外也会观察到本地地产股份非常强势 而内地地产股份就走弱 还有这个信义系股份在即后走低 包括到信义光能急跌9.2% 在蓝袖之中占底 信义玻璃跌4.3% 信义能源低收5.6% 接着会进入我们的专题研究关节 好,来到专题研究的时间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部车车 车车 车车,没错 要说理想中的 什么?天竺鼠车车车 要说说理想中的车车 是,理想 出了业绩 去年第四季神礼 按年跌了一成 去到2.6500万元 虽然跌了 但是非常胜过市场预期 非常胜过多多声的意思 因为本身他们以为是会录得亏损的 市场觉得今年是没得赚的 是要亏损的 但结果是有神礼的 只不过是按年跌而已 然后这个按非通用会计准值去计算 集团的季度上去到9.6800万元 即是有按年4成1的增长 反映可能头几个季度 顺利一般 所以影响了可能全年表现 但是现在开始看到有个按月的提升 按季不是有跌的 但是按月是有提升的 觉得它有机会去到一个比较好的恢复周期 另外这个升幅的意思是 因为本身市场估计它的贵度升幅 贵度顺利是2亿到3亿元人民币 结果是有9亿多元的 所以也是一个超过市场预期多少的状况 花期分析为什么可以有超过市场预期的表现 就是说他们在研发、销售和一般行政的开支上 都有一个控制得当的表现 也可以看交付的 因为他们也有一些交付方面的目标 为什么你弄光了 不是你弄光了 OK 他们有些交付目标可以参考 大家就可以来向未来一年 他们的表现或者取向定调 首先就估计今年首季的交付 不是估计,对不起 是你想起车自己设定 今年首季的交付目标是5.2万到5.5万部 一开始市场预期是不足5万的 所以有超出 意味着如果他们真的可以达成5.2万到5.5万的交付 即是岸年可以提升6.4万到7.3万以上 而首季总收入指引 就大概会在174.5万元到184.5万元 即是岸年可以增加8.2到9.3万 另外还有一个毛利方面的目标 估计全年,不是估计,设定目标 全年的毛利率目标是要超过两成 连同这个经营杠杆 就希望可以实现一个支撑盈利的状况 但这个目标会不会有点不辞实际呢? 当你5.2万到5.5万 我当你5万吧 如果你第一季就5万 即是四季就差不多20万 即是全年你想交付20万一架 交付20万一架车 但你看回你上年其实都是13万多一点点的 但它那个首季交付目标 没有说它每个季度都要这样的 即是可能它有新车的时候可以高一点 之后可能有些季度会低一点 那么拉过平均数而已 那也是 但其实究竟行不行呢? 那么你始终你上年的交付13万架车 其实已经同比增长了四成多了 虽然到最后它的预期目标都是不行的 即是上年的预期目标其实都达不到的 13万多架就达不到了 但是其实上年这么差的情况下 你都对自己有个挺高的要求 但是看回今年 今年其实你究竟实际情况有没有真的好改善呢? 虽然就说大环境是在复苏 就是好像产业面又恢复了 又通过了 我们自己又不用带好酒了 明天开始 但是实际上 大家会不会问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带好酒 不重要不重要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今年其实我们都听到 车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价格战 就是又太多竞争 或者成本方面能不能够控制得到 我说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们就说之前都说了 就是造车生势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捱 但是其实 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看到这份业绩 都可以见到就是 理想在造车生势力当中 都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 一间公司一间车厂了 虽然 其余那两间 就是我们经常说 造车生势力那三间 理想出了 另外两间就未出跌职 但是其实 根据我们一向的认知 或者一些数据上 每个月的那些都看到了 理想是一直都 跑得比其余那两间好的 另外就是 在股价上面也看到了 理想甚至乎 就是那个跌幅方面 就是整个走势方面 可以说跑赢是不止的 也都甚至跑赢了比亚特 那么你看回股价走势就看到了 就是暂时来说 理想的抗跌能力都很强的 但是问题就是抗跌能力强的 那去到一个环境 就是大家一起升的时候 它能不能够突围得到呢 还有今年来说 始终我都是觉得 现在那个环境 就是你实际买车方面 究竟理想能不能够 向再上一个阶梯进发呢 就是挑战一下 一些相对霸权一点的数字呢 其实很有难度 我觉得 Kelton就会疑问 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 进取的增产目标 那能不能达到呢 那么我们参考一下摩根士丹尼 没有说一定是正答来的 参考一下 摩根士丹尼就形容说 现在理想汽车的手柜销售的纸巾很稳健 目标交付定在刚才我们说过的 5.2万到5.5万架车之间 其中的包括什么车型呢 有这个L8、L9 还有他们在3月会开始交付的 数千架L7Pro或者Max 公司的目标是要在4月到5月期间 他们的理想L7Air 还有理想L8Air 每月交付量要增加到 去介乎2.5万到3万部 是这样令到我以为 自己不是说车 但anyway这些车型名就 而摩根士丹尼都觉得这些目标是进取的 但是他们看好 他们说只要和供应商有密切的合作的话 认为是可以顺利实现到这个增产目标的 另外还有理想还有其他一些期望的 就是关于他们高端乘用车的市场份额 他们希望他们旗下 买到30万到50万一部的L8 都算是高端的乘用车的市场份额 可以翻倍增长 如果真的增长到翻倍的话 就会去到两成左右的市场 就是说今年的销量可以有30万部车 根据管理层的说法是这样的 而戴和就说他们认为理想汽车上季的业绩是符合预期的 因为收入按年增长66% 去到173亿元人民币 现在公司就希望他们刚才说的高端车的部分 里面的SUV的市场可以达到20%的市场份额 即是说这个区间的SUV 总销量要去到140到150万部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恐怖 刚才也是一句 难得成是吗 你税年总销量才只有13万多架 而今年的经济大环境 大家都说到很大 实际上车股面临压力的问题也不小 再加上其实还有一个很大问题 刚才你说到 第四季以为它都会亏损 但实际上有好一些 但你留意回 第四季它们有什么帮助 很多人想着赶着补贴的尾班车 实际上这个正常价格来说 你现在其实是要买一部试一部的 而且其实如果他们去年 可能是季尾的时候 会出现了 刚才我们说 为了趁补贴要去买车的情况 有可能它是投资了 它可能是预资了今年年头某些需求的 还有看回 21年那个亏损的时候 它其实整年都是3亿左右 但是上年 total是亏了36亿 超过10倍 我没计错 即是那个扩大了5倍多 但是我手头上没有这个数字 所以我不能够衷得 总之它2022年实现到的营收 是400多亿 同比是增长了 但是经营亏损方面是达到36亿 同比就扩大了250多个percent 正亏损就是20亿 但是正亏损就是20.3亿 但是21年的正亏损才得到3亿多 其实正亏损是扩大了很多 上年全年来计算的话 而你买一架亏一架 然后我说情况没有改变 你买一架便是市1.5万人民币 但当然这个数字是非常的理想 是说因为你其他的竞争对手 好像小鹏一样 说买一架车他要洩7至8万元人民币 是 但是Calvin現在說的這個case 就是如果他們和上年一樣都是買一部試一部 那當然一定不行 你買了越多就虧越多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因為他們說他們第四季已經不再虧了 因為他們 你剛才說的那個全年數字 他們現在其中一個看好的原因是因為第四季已經不再虧錢 本身市場以為是會虧錢的 但是我覺得第四季的情況有少少特別 因為你剛才說的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你就算我當你能夠把每一部車的利潤回來 就是你不用買一部試一部 但是我覺得你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那輛車款的車型出去和人撞的時候 你的技術層面也好 你的品質方面也好 現在因為價錢就放在這裏 沒有補貼了 你是直接面對著一個最殘酷的挑戰 因為他們那個目標的全然無理率 接下來這年我剛才已經說過就是要超過兩成的 如果他真的做到這個事情 就沒有你擔心每一部試一部的問題 但是能不能達成是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是關心的其中一點 大和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真的要可以 在宏雲的競爭者當中 條泳儀出現做到這些目標的話 例如如Kelvin說 有很多競爭者有很多比他更大的對手 如果他們要去競爭是憑著什麼優勢 可以參考一下大和說的 大和認為其實你想起車在家庭用戶細分市場 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品牌定位 看好的是旗下L9、L8、L7陣容很頂成 亦都說即將會有一個BEV車型 應該可以帶來新的增長點的感覺 可以支持車輪增長提升營運動槓 還有一個就是為何說到純利 未來有機會可以高一點 就是因為理價走低 理價開始跌 所以他們成本壓力會低一點 加上寧德時代已經說了 會幫部份的一些車廠 比較大型的OEM車廠 提供電動車電池的折扣 其中是有包括理想汽車的 所以就認為他們未來的利用率上的壓力 可能會降低一點 令到他們每部車賺錢的機會就高了 但是這不是你的獨特優勢 例如理價那些是大家都享有的 所以你自己的獨特優勢始終都出不來 所以我覺得即使在股價上 走勢方面好像很硬正的理想 但如果我說車股的話 我依然都是相信給亚迪多一點 好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3月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我們直至白 李歃 李歇 李歇 李歇